欢迎观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我是Nio 最近台湾那边发生了一场7.4级的大地震,真是让人非常的心疼 除了造成了不少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这类的损失 还可能让全世界用手机用电脑用得到芯片的供应链遇到大麻烦 你知道吗,台湾可是做芯片的大佬,尤其是叫做台积电的公司 他们家几乎把全球高端芯片市场给占满了,占到了90%那么多 但是说来也奇怪,这么大的地震,台积电竟然还能如此快的反应 迅速让员工撤离,又说不久后就能恢复生场 虽然他们自己说这场地震可能让他们季度少赚6000万美金 但是看起来他们对付这种突发情况还是挺有一套的 当然,美国的工厂也听说加快进度了,准备开始提前试产 说明这次地震还是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供应端可能产生问题 这次地震不关是台湾的事,也让全世界都敲了个警钟 让人们意识到,我们这么依赖台湾的芯片生产 一旦有什么岔子,全球都跟着紧张 像因为达这种大客户,全球AI发展的军活库 也需要台积电帮忙生产相应的芯片 可以见得大家现在是多么依赖台积电 此次地震造成了几家芯片的股价都有小波动 毕竟现在哪个科技公司不易用到芯片呢 台湾的地震不仅是一次自然灾害的考验 也是对全球科技供应链弹性的测试 台积电和台湾科技产业对此次地震的快速效应 展示了其卓越的危险管理能力 同时也提醒了全球科技界需要不断寻求提高供应链多样性和韧性 随着全球高科技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 确保这些关键产业节点的安全和稳定性将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目前台积电这样AI军火制造商的股价还是有上升空间 毕竟掌握了核心科技的巨头 但是其中台积电也一直存在地缘政治方面的风险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请转发点赞加关注 我们小期再见 拜拜